各位书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胡弯钩的一个写法 首先我来先学写一下这个胡弯钩 这个胡弯钩有两种写法 我来学写一个第一种 第一种是一笔写出来 就是一笔 第二种是这样的 向左向下 然后跪笔弹风弹出去是这样的 但是两种基本上差不多 我在写的时候 我基本上用的是这一种 仅供大家参考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一笔可能写不出来 那么你可以用这一种 好我们来讲一下 这两种的写法 第一种 这一个笔反切入笔过来 然后这个地方旋转下来 慢慢的变细 好这个笔这样的 这个笔向左边走了 把这个笔直接的这样 抬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直的 但是呢 它略微的弯了一点点 弯了一点点 直接挑出去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种 这个 跪笔弹风的这个写法 把这个笔斜切 过来 这样的写正 这个地方向左边走 然后向下 弹出去 要注意外方 类缘 这个也是一样 外方 类缘 这个要注意 好 我们再来写一下 刚刚这一种一笔写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向上走 这个地方滚下来 向这边走 然后这一笔直接着 调起来 就可以了 我们来写一个带有 互换够的字 比如说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狂字 狂 可以看一下 这个字 这一个撇很短 但是呢 要把它的形态 头进度尾都要写出来 这个撇的上方的轮过线 是直的下方头进度尾 从里面走 这样 弯过来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地方 起比不能高于它 不能高 要比它撇的起比较低 从这个地方撇过去 这样的 这样 好 再来 写这个 右边的王字 在它的交叉点的右边 起比 扛肩 注意下方的轮过线 基本上是平的 这个地方斜切 上方是凹的 在中间这个位置 这样的 这样 然后再从这里面 轴臂 竖下来 这个地方 没有为了带一点点 带一点的目的 是为了和下方的 这个横 为了和下方的这个横 它扎得很结实 你看 这个地方就会扎得很结实 它是一个圆弧 注意右边王字的起比 不一样啊 这里的角度和这里的角度和这里的角度 我之前有讲过 横的起比的时候 大概是45度 但是一个字里面有很多横的时候 这里面的这个角度 这里面大概是30度 但是这个里面的角度 大概是45度 这个里面的角度 大概是60度 也就是说 可以观察这个 它越往下方 它的这个角度 这个地方越陡 我这样讲 大家应该能够明白啊 越来越陡 是这样的 横的角度 它是有变化的 然后这两个皮 这个皮指向这里 这个皮指向这里 它们向下方无限延长 不能连在一起 在书法里面叫排牙 参差不齐 它们向上方无限延长 基本上可以相较于一点 是这样一点 把它给放开的 如果说它有三个皮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皮就要指向这里 当然这个狂字 它没有三个皮啊 我是说明这个意思 皮的指向不一样 它们就会变化了 它们就会变化了